一句话就可以让AI构建一个公网可用的完整网站 几秒钟内全部搞定 这应该是世界上最简单的见证方案了 这次我使用的AI工具是腾讯云的Edge One Pages MCP Server 借助CDN网络和边缘计算技术 大幅显化了传统Web开发的复杂流程 CDN进内容分发网络 通过遍布全球的CDN节点 缓存网站的静态资源 比如JS、CSS、图像与视频等 每当网站的访客请求这些数据的时候 可以直接从地理位置最近的CDN节点读取 加快网站加载速度 边缘计算允许开发者将业务代码 部署到全球的CDN节点中 每当访客访问网站时 地理位置最近的CDN节点就会响应请求 执行这段代码的业务逻辑 确保网站拥有超低延迟和极高的可用性 说起分布式开发平台 最有名的应该是Cloudflare的Workers和Pages 但是Cloudflare的服务节点都位于海外 延迟较高体验不是很好 好消息是近期 腾讯云推出了一款国内友好的分布式开发平台 Edge One的Edge Function和Pages 特别是其中的Edge One Pages服务 可以通过开箱即用的模板 一分钟快速上线一个Web应用 腾讯云Edge One在国内拥有2300多个边缘节点 访问速度远超海外同类产品 除了中国外 在全球主要70多个国家 均有资源分布 全球访问速度也是OK的 Edge One Pages最近推出了一个经验的MCP Server 有了它我们可以使用自然语言与AI对话描述需求 然后AI就可以生成HTML网页内容 接下来AI就可以使用MCP Server 调用Edge One的边缘计算API 将HTML内容快速部署到CDN节点 并且产生公网访问链接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试一试 在开始之前 我们需要先下载Node.js的运行环境 因为MCP Server的本质就是运行在自己电脑上的一段 Node或者Python程序 关于MCP是什么以及工作原理 在之前的这期视频有过详细介绍 我们来到这个地址 Node.js.org 先把Node.js下载并且安装一下 安装过程很简单 一路点击下一步就可以了 这次我选择的AI客户端是AI编程工具Cursor 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开源客户端 比如Client Cherry Studio等等可以用 之前的视频里我也有过详细介绍了 我们打开Cursor找到设置 MCP Add New Global MCP Server 然后我们来到腾讯云的Pages MCP文档 文档地址我放到了视频简介 下面有一段JSON格式的配置 我把它复制一下 粘贴到Cursor里面 如果是Mac电脑的话 这样配置就可以了 Windows电脑上还需要再做一点额外的改动 首先把这个NPX复制一下 放到Arguments里面 然后在Arguments里面 再添加一个斜线C逗号分割 最后把原来的NPX命令改成CMD 好 这样就完成了 我们保存一下 找到设置 MCP设置这里 把状态切换成Enabled 点上绿灯 MCP Server就配置完成了 甚至都不用登录或者申请API Key 非常的简单便捷 因为当前Edge One Pages 是面向全量用户免费使用的Beta版本 我点击Ctrl加L 打开一个对话窗口 注意这里一定要切换到Agent模式 才能使用MCP功能 我的需求是做一个表白爱心网页 并且发布 这里Cursor准备调用MCP工具 发布网页 我点击Raw 两三秒钟就部署成功了 这里返回给我一个公网地址 我们访问一下 有点土味 但是效果真的不错 我们来测试一下 这个告白网站 在国内的平均访问速度 我把网址复制下来 粘贴到测速网站上 点击测试 全部节点的平均用时 只有短短的0.12秒 体现了边缘计算架构的超低延迟 我把网站的原代码复制下来 上传到Cloudflare的Pages里面 我们来对比一下两个平台的速度 我把网址粘贴过来测试 我们看到Cloudflare这边 全部节点的平均速度是1.6秒 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 Ig1的平均访问速度 远超海外的同类产品 我再来测试一个 设计一个贪吃蛇的网页小游戏 并且发布 第一次失败了 AI重新修改了一下代码 又尝试了一次 这一次成功了 我们来试一下 一个贪吃蛇的网页版小游戏 还是挺有意思的 我再来测试一个 设计一个本周青岛天气预报的网页 使用天气卡片的形式呈现并且发布 天气数据可以从中国天气网获取 创建成功了 我们来看一下 效果不错 看起来非常的美观整洁 Edge One Pages 拥有丰富的开箱即用的模板 比如我们可以通过AI聊天模板 仅需一分钟即可搭建出对话型的AI网站 Edge One特有的边缘计算架构 让地理位置最近的节点 可以迅速响应网站的访客请求 为用户提供低延迟高性能 零运维的AI推理能力 搭配AI还能探索更多的玩法 比如为AI技术博客添加AI助手 为团队搭建知识库检索等等 接下来我试一下DeepSeek R1的AI对话模板 我们先登录一下腾讯云Edge One的控制台 访问地址我放到了视频简介 我们来到左侧的导航栏 找到Pages 选择开启Pages功能 进来以后我们选择从模板开始 选择第一个DeepSeek R1的AI聊天网站 我们先填写一个项目名称 这里我叫技术爬爬虾的AI 我们注意到Edge OnePages 集成了Coding 还有GitEE这种国内的代码托管平台 对国内的开发者十分的友好 这里我选择GitEE 然后登录一下我自己的账号 最后点击创建 然后我们看到下面部署就开始了 日志里显示了详细的部署过程 我们耐心的等待一会儿 等待了大约一分钟 这里部署成功了 我们还是回到Pages的首页 点击预览 这里有一个公网地址 我们访问一下 我们就获得了一个基于边缘计算的 DeepSeek R1对话网站 这个网站通过边缘计算架构 在地理位置最近的节点 执行AI计算 确保了超低的延迟 跟稳定的高性能 我们随便对话一句 进行了联网搜索 并且展示了深度思考过程 现在的网站是通过某版 创建出来的标准网站 我们可以通过修改代码的方式 对这个网站进行任意的定制 比如我想把标题里的 DeepSeek R1边缘计算 改成爬爬虾的AI网站 这里我来到GitEE 点击刚才创建的代码仓库 我们看到这套代码 使用了十分流行的 Next.js技术 这里找到component 找到base.tsx 然后我们就可以修改代码 对网页进行任意的定制 这里我点击编辑 我把这个标题 改成爬爬虾的AI网站 然后在下面提交一下 我们再回到Pages的控制台这边 由于修改了代码 这里开始了自动的部署 部署成功 我们再来预览一下 看到这里网站的标题就改变过来了 除了AI对话以外 Edge One Pages 还集成了大量丰富的其他模板 从内容管理 数据库管理 到电商平台 个人博客等等的模板 一应俱全 使用这些模板 就可以一键快速部署 全占应用 快速上线一个SaaS网站 电商网站等等 Pages功能 目前处于beta版免费公测 而且可以看到 Pages的产品迭代速度 是非常快的 我测试下来 总体体验很不错 很高兴可以见到 国内厂商的这种发展 大家可以多多关注 相关文档等 我都放到了视频的评论区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